地方政府发展部长尼可敏宣布 拨款105万令吉 提升极丹岛的基础设施 另外还拨出900万令吉 在全国5个州属的120个华人新村 安装对环境友好的太阳能街灯 总共1002盏灯 其中10盏会安装在极丹岛 部长表示 安装工程已经开始 预计11月就会完成 这只是属于第一期的 下来我们还有四个州属 第二期的路灯安装 新村路灯安装工程 我们也会陆陆续续的 去即刻的去实行 尼可敏近来 旋风市走访国内多座新村 包括到访雪舟家影 万宜和乌鲁雪兰娥 稍来超过1591万令吉的发展拨款 拨给吉丹岛的105万令吉拨款当中 21万令吉会用来提升垃圾场道路 44万令吉则会用在拆卸和重建 吉丹岛第一核的栈桥 和35万令吉用来修复和提升 通往潮州港的第一桥 另外尼可敏也说 巴胜市议会升格市政厅的宣请 已经进入最后选择阶段 相信很快就会有宣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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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